接下來分享哪一號呢 這個好了 直播的時候大家都超喜歡它 對不對 它就是那一隻金魚威力 大家還記得嗎 威力它有一個小小的布丸 然後它會發出聲音 然後這個是我那時候以為它是小台的 然後我看到它本人的時候 沒想到它這麼大台 超酷的 而且我要跟你說它超級限量 限量幾台我寫在內文裡面 很可怕你們有喜歡的話 一定要趕快先搶 因為數量非常非常少 然後我現在也教大家怎麼玩 這個很有趣喔這個是連琴琴啊 這種小寶寶 跟屁寶那種大寶寶都很喜歡的 它就是這裡 可以讓它打開 喔 也好聲音喔 好 那芊芊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樣使用它呢 它這裡啊總共有三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往右邊就是它球 裡面的球不會噴出來不會動 那往左邊撥呢就是會動 那你要開始往左 你要往左往右基本上按這裡 它都會開啟只是會 球會不會噴出來的差別而已 然後開啟然後你在按第二下 第三下它就是會一直換音樂 跟那個聲光效果 那你想要暫停就是按這個小顆的 那我們現在來使用看看吧 拿完球打開噴的 嗚 你們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這一個啊 嗚 是發球孔 然後你把球放進去它就滾一滾 然後從這裡再出來 然後琴琴就會 因為它有時候會噴出來嘛 琴琴就會很開心撿 然後放進去 那它當然它除了在這裡之外 它還可以 它可以往外 欸 沒音樂的啊 你繼續 你看咯 可以往外噴 那我愛噴的時候 寶寶就會很開心的去撿這些球 我還是搬個腳 有沒有就是可以往外 然後他就會撿這些球 他就會很開心 然後再把球球撿進來放這樣 然後放到這裡面 然後他就覺得超好玩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寶寶們 他可以比賽嗎 看誰最先撿進來放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讓他多爬 多爬對寶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讓他多走路啊 讓他運動一動 所以這個我覺得有點像 就是一個長得很可愛 然後可以在家裡運動的 運動器材嗎 對那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把它轉成 不會噴球的 然後你耗壞音樂你就再按一次 很可愛的音樂 然後再按一次 很可愛的 質感也做得很好 然後如果你覺得 不要聽了要暫停完了 就按這一口 那就掰掰囉 然後再給大家鏡看一下 他長得非常可愛的威力喔 鯨魚威力有沒有 然後這裡是可以轉動的喔 360度都可以 然後這裡喔 質感很好的小魚 質感很好的小魚 然後這裡是 就是投球進來的地方 這個真的好可愛喔 非常的好玩 就是小寶寶帶寶寶都好 如果你現在寶寶很小 你現在買真的超划算 因為他是玩到 真的屁寶三四歲 都還很喜歡 然後玩超多年 有沒有 非常可愛